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满足这个客户全生命周期的一些需求 那么经过了三年的努力呢 我们这些这个措施呢都一一落地了 那么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那么在客户当中呢也是广受好评 而且是受到认可 在去年呢我们这个一共做了150多场的培训 那么受训的这些客户呢 这个一共是达到1400多人次 那客户的反应都非常好 而且我们是这个分级培训的体系 也就是说根据你的骑行水平呢 你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客户 不管你是新手啊 还是你有经验的这个骑士 那么旅行方面呢 我们在2021年呢 即使在疫情的情况下呢 我们也做了这个300人次的这个模拟 那么在主要是在国内了 因为去年的疫情 我们这个这个国外的线路就没有开展 国内已经覆盖是九大线路 那么这些这个模拟的这个活动呢 也是广受好评的 那么今年呢 我们把这个培训和模拟呢 又继续深化的这个前提下呢 我们又做了一些这个适合新产品的一些变革 比如说在模拟方面呢 我们今年的这个模拟主要是针对R8这款车型 R8是我们新推出的这个复古七星 就是这个复古巡航系列 那么我们的今年模拟的线路呢 就是适合这个这个复古巡航呢 我们选了两个线路 一个是海南 一个是成都 就相对于来说就 这个比较比较休闲的这个模拟线路 而且呢我们是这个 对于这个受邀的客户来说呢 也是这个精选的 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优质客户 作为是一个回馈 同时呢也会邀请一些这个媒体老师来参加 那么在培训方面呢 我们今年呢 除了这个以往的这些这个培训之外呢 我们今年可能是还要加强一些这个高阶的培训 因为之前都是这个基础的安架培训 我们今年呢 从课程的这个体量上来说呢 那一方面比去年这个体量上要大 就参训人数了多 另外呢我们引入更多的这个高阶的培训 比如说越野的培训 越驾的二级啊等等 这些都是随着这个客户 他们的这个需求的变化 来去做的一些调整 所以希望今年的努力呢 也能够更好地满足我们客户的需求 我们把母女呢 统称都是叫做这个传奇之旅 但是针对不同的车型呢 我们是有不同的特色 比如说一说的这个R8呢 那我们主要是选择一些这个平坦的公路 基本上呢就是不会选择飞出车的道路 这个也是适合它的这个车辆的特点 况且呢就是我们在沿途的这个酒店的安排 以及这个体验的这个项目上呢 就更加让大家舒适和休闲 那个这个就是有别有名GS的这个问题 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在今年当中呢 也计划了这个GS的这个传奇之旅 因为大家知道今年呢是 宝马全球的这个GS Trophy的这个比赛年 今天的九个份会在阿尔巴尼亚 全球的GS Trophy比赛会在那个时候来举行 那我们为了显示这个活动呢 我们计划在今年的晚些时候呢 也会组织这个GS的这个车型的传奇之旅 那它的特点呢就是 可能要走一些非服装的路 然后呢更加这个挑战 就更刺激和更有乐趣 因为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还是多样化 所以传奇之旅呢是在一个大的品牌下 我们有不同车型的这个模拟线路的安排 享受这个路线对然后呢满足客户不同的这个需求 嗯